解决这个问题 可是现在的这个冲突呢 已经是好几年了 再加上这个七八年 到苏联的入侵等 到现在已经三十年了 所以他现在卡尔扎伊呢 想要告诉阿富汗人民说 你看我在努力 可是塔利班却没有努力 这样的话也许呢 就会损害这个人民 对于塔利班的支持 美国国防部长盖茨啊 昨天在出访的途中呢 也表示支持阿富汗的 这个全国和解进程 这个他的这个表示 我们可以怎么样去解读 他的这个美国 他应该说 这是代表美国政府的立场 我想 是不是表示美国也认识到 在阿富汗 这个彻底消灭塔利班 是不可能的呢 还是怎么样 这一个战争啊 游击战是很困难的 打起来 尤其是如果你得到了 人民的支持 所以我说 阿富汗的人民 可以现在说是一分为二的 有些人是支持政府的 有些人是支持塔利班的 然后还有 有些人还支持 其他的团体 不光是塔利班 还有一些军阀 他们在那里呢 也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有时候人 把他们叫做塔利班 有些的军阀呢 不是塔利班 像这个 赫克马斯亚这一个 这一个人 他是阿富汗的部落里面 很强的一个领袖 有的人说呢 他是塔利班 有的人说他不是塔利班 有的人把他叫做哈喀尼 但这也是同样的 所以这些人都是非常有影响力的人 另外呢 还有基地组织也在那 当然基地组织的影响力在那里呢 不及 远不及塔利班 我想盖茨 这国防部长 当然我不能替他说话 我的感觉是 他意识到这些解决方案呢 要在当地寻求 一定要 当地一定要有政治上的和解 这也就是为什么 我们在最近几年 在伊拉克呢 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 当增兵 进行之后呢 我们给当地的政治领袖 有一定的空间 让他们能够取得和解 对于库尔德人 对于叙尼 对于什叶派人 让他们能够得到政治上的和解 这就是稳定的一种基础 就是说在不同的这个族群之间的和解 才能够给我们带来政治的稳定 我想他现在做的呢 就是 他当然担心未来该怎么样 我觉得 卡尔扎伊是不会允许塔利班 控制整个国家的 我想他想要说的是呢 请你加入到我们的制度当中来 请跟我们一起 在选举当中呢 来竞争 把你们的枪放下 你们呢 走入我们的政治的这个进程当中 你看像现在我们的候选人呢 也在政治上面呢 在这个争斗 他们不是用拳头 而是用他们的想法 用他们的语言 我想现在卡尔扎伊呢 对塔利班呢 也想说这些 他不会说啊 我把国家拱手让给你了 他想说的是 请你参加我们的制度 和我们一起来开发阿富汗 成为一个政党 然后呢 在我们的这个 思想的这个领域 和我和其他人来进行竞争 来赢得阿富汗人民的心 已经有一些观众和听众朋友的打电话进来了 我们现在看看他们有什么看法 或者是问题 这是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 我是江天 我们正在讨论的话题是 阿富汗全国和解与局势走向 欢迎您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长途电话 向来宾提问题 或者发表您自己的观点 下面就是参加节目讨论的具体方式 再次提醒大家 除了通过短播和卫星电视 接收美国之音的节目之外 你还可以登陆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 以现场视频来收看我们的节目 做到秀才不出门 便知天下事 我们的网址是www.voachinese.com 好 现在我们请湖南的观众刘先生参加节目 刘先生你好 刘先生听得见吗 好 那我们再试一下浙江的网上观众万先生 万先生你好 你好 请讲 万先生好 我就是认为这个 阿方这个和平进程应该是得得肯定的 我听我说 再一个呢 我觉得这个阿方现在这个总统 刚才有一个嘉宾讲好像是民选的 我认为在那个外国那个侵略军存在的情况下 他这个其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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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话也不是也不是真正民选的 这个就是就是一个 还有一个我认为那个现在反正这个这个外国军队在那里的话 我认为这个和平进程的话可能很难所信 我就是这样是冠军 好 谢谢浙江的万先生发表的看法 现在我们再看看黑龙江的张先生有什么看法 张先生你好 嘉宾就是这么好 他们又是阿富汗和塔利班 就是当初美国打阿富汗可是没费摧毁之力 把塔利班给推到三里进行跟美国进行打游击 那现在卡尔扎又跟塔利班进行和解 那美国政府对这个废除了这么大的耗资 美国政府对这个问题怎么来看 就是说下有阿富汗下有伊拉克 假的是伊朗 那假的可以说跟现在跟那个 跟那个伊拉克可以说是成形到底 美国政府对这两个国家的 现在的实力 这个损失了国家的经济 嘉宾对这个问题怎么来看 谢谢 布鲁克斯先生 您对他的问题有什么回应呢 这里面好几个问题 这些问题提的都很好 我想从温先生的这个问题上来看 我的感觉是卡尔扎伊总统 的确是民选的 最初他是被任命为总统 但是后来又进行了自由的选举 我想大概90%以上的 阿富汗的选民都去投票了 他们的确是想要表达他们的意愿 我认为民主并不是说一个东方或者西方的价值 所有的人民都有应该有权利通过选举或者其他的一些制度来选择他们的领袖 所以的确是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故事 说人们手指上有紫色的墨水印 这样的话防止他们再去多次的投票 我想当时在阿富汗参加投票的人数是很多的 当然未来还会有其他的选举 在不久将来会有议会的选举 我们要看他们的这个进展的情况怎么样 当然稳定是很重要的 这个国家当然说当卡尔扎伊当初当选的时候还是很稳定的 但是现在后来塔利班又卷土重来 可是现在讲巴基斯坦 巴基斯坦和阿富汗边境地区的部落地区 对于阿富汗是很有很大的影响的 塔利班在那里 在巴基斯坦的北部找到了安全的避风港 即便是基地组织在那里也找到了避风港 我们现在有很多人认为说 本拉登现在就和他的这个扎瓦西里一起 躲在这个巴基斯坦的北部的山区的 我觉得所以用巴基斯坦现在解决这个问题做的还不够 而且它也影响了巴基斯坦 很多人可能并没有意识到 其实巴基斯坦今天可能就是恐怖主义袭击最严重的一个地区 对于阿富汗边境地区